开车回家时 陈晓云想放点歌来放松一下 却失手不小心放了前男友的歌 结果还没来得及观赏 就被一旁的于晓彤发现 只见她瞬间黑脸质问道 本以为就是男友的简单吃错 陈晓云便想尽快地和好 但与晓彤并不认着 面对男友的不信任和咄咄逼人 陈晓云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这让她也顿刚委屈 全都是她的歌 没有 现在呢 现在没有不可能日上会显示 真的没有 很少以前都删了 你都不会不知道 不相信女友的于晓彤 按捺不住想自己上手查看 但陈晓云觉得情侣之见 还是该保留个人最基本的隐私 可于晓彤越是拿不到手机 逆反心理就越严重开始暴躁起来 甚至把车子停在路边开始抢夺手机 势必要把心理的疑问解答得水落石出 但看到男友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陈晓云起初方忙地一直解释 奈何情绪上头的于晓彤根本不行 只想拿到手机自行查看 你可以让我看一眼吗 可以吗 求你啊 哪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 你不用你解释 我看一眼就没事了 很简单的一个事 就这样我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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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知道 你让我看一眼就没事 我们就走了 看到这个僵持的局面 陈晓云只好无奈妥协上交手机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能如男友的意愿 他们可能就要在马路上度过一天了 但拿到手机的于晓彤 心里的气依然没有散点 开始找别的出口发现 甚至把这一切全怪在你有身上 你为什么在车里不给我看呢 你给我看完就没事了 我就很简单 为什么要绕着圈让我们俩吵架呢 但观察室的嘉宾却能一眼看出 于晓彤的真实想法 他反正如果给他看看还是得吵 他就在发脾气 就这个火必须要发出来 而于晓彤这么强大的控制欲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在两人成为情侣之后 于晓彤就开始对女友的 穿着方面吓死不一定 甚至让她当着镜头的面前宣誓 虽然陈晓彤心里并不愿意 但也只能被迫丧失自己的穿衣 我陈晓彤 我陈晓彤 是一个保守又温暖的女子 一个保守又温暖的女子 从来不会接受 漏背短情超性感的衣服 从来不会接受漏背短情超性感的衣服 对因为我自己男朋友了 被逼了 真是呢 看到于晓彤的种种行为 也终于明白两人为什么会分手 毕竟面对这么一个自私的男 谁会接受的了